好可愛喔 謝謝 好了 貨拿完了 現在回工廠 所以剛剛講到網紅嘛 人家努力不要去嫉妒 有本事真的你來做做看啊 我這幾天真的做 我剛剛講那麼多不是說在幫網紅做事 我現在要講一件事情 我現在呈現什麼狀態 我有空休息沒有錯 我出去玩的時候手機都拿著 包含我去做戒指 我都拿著 但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我沒有時間去修片 我睡覺都來不及了我怎麼修片 導致我片一直擠在那 而且加上我其實很多東西 你會發現我拍完我好像 欸為什麼拍一拍補充的時候 又在家裡 因為很簡單一件事情 我經驗不好 我不知道當下我要拍什麼東西 可以讓它比較好黏灌 不會讓你們看起來這麼奇怪 我的經驗不好 我的經驗不夠豐富 我五支而已 我到現在發布在上面的四五支而已 他們四百多支五百多支的 那個他們會很清楚 當下像攝影機拿起來他們就知道要拍什麼 我不知道 我連基本的打招呼我都打不好 好沒關係 這個都沒關係 這個我們現在剛開始嘛 我們能勤勉自己以後能做好 所以我也只能想到什麼 我能補充 我就補充 因為我記憶力真的也不好 這樣自己有時候時間問題 好再來 剪片這東西真的是時間完全沒有辦法減少 為什麼 因為你要 我們 要產出一支影片 它是需要二十 十幾二十支的短片來濃縮 你知道嗎 甚至於十幾二十分鐘的影片 做出來才幾分鐘 這真的不扯 你現在好好出去玩 我今天我要介紹台北我要拍101 我能用的只有幾個畫面而已 101的遠近圖 甚至於我在講話介紹他那個 那個講出來剪出來的東西 都會非常的濃縮 否則你就會 講得肉肉等 我就開直播就好啦 對不對 我為什麼要看 我今天看youtube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重點要濃縮 我重點要說到 非常好 非常精彩 講話非常精彩 或者讓人家喜歡 高低起伏 音不可以一樣 我當初 你知道我在外面拿到的就是這樣 嘿大家好 我是李奇 我現在沒辦法 我現在要想辦法改變這件事情 嘿大家好 我是李奇 但是我又不想 跟某些 不想去模仿某些人 當然他做得很好 但是 我們要找出自己的特色 否則今天 就不會有觀眾 我很喜歡記錄這些事情 我當然也希望有觀眾 假如有的觀眾 我們才知道缺點在哪 假如有的觀眾 我們也才知道 我們接下來下一步可以幹嘛 這是做 Vlog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所以我 其實簡而言之 我 這些日子拍片下來 其實我很敬佩那些 Youtuber 不管是阿滴啦 或是誰 我今天舉例了很多的網紅 很多的Youtuber 也許有一些我不知道 甚至於聖傑石 我覺得他很厲害 他前一陣子幾乎是天天發一支影片 你知道天天發一支影片有多難嗎 你知道天天發一支影片 真的超級難耶 我英文不好 所以我沒有去看國外 可是我會看一個叫Casey 還Case 的一個很 很紅的網紅 他的訂閱就700多萬 就很紅的一個Youtuber 我會去看 但是我聽不懂他內容 但我會去看他的剪輯手法 跟他要表達事情的方式 當然我不會希望完全仿超 但我會學著 改變 因為這些就是我的教材 你知道他都不一定一天可以產出一支片 但是聖傑石前一陣子一天可以產出一支片 他每天晚上都要發片 你知道他壓力有多大嗎 所以他前一陣子有一些比較負面的言論 我覺得那個都是可以理解 也是正常的抒發 是正常的抒發 是正常的抒發 我把他認為正常的抒發 那 今天換個世女 我覺得 而且他有一段講得很好 他說 當一個人講的時候 你可以無視他 十個人講的時候 你可能 也覺得沒關係 但一百個人 一千個人 一萬個人 你會開始懷疑自己 甚至於你會開始懷疑人生 我這麼做到底為什麼 除非你有很堅強很堅定的意志力 否則你這種 都是人之常情啊 就像 那一天 我昨天也看一個 坤坯講的 他說 宗教這種東西永遠不會不見 為什麼 因為人會悲傷嘛 人會後悔嘛 那個英文我真的記不住啦 但是他講的就是類似後悔跟悲傷 那你需要什麼東西去 填滿他 多唸一些經嘛 多看一些聖書嘛 你就可以 慢慢的填補心中的空洞 所以宗教這種東西 是不會不見的 地久不衰 為什麼 講半天就是一件事情 彌補 更讓自己覺得好過 你今天為什麼會來看YouTube 很簡單嘛 開心嘛 快樂嘛 羨慕嘛 覺得說 去哪玩的時候我可以參考 對不對 類似的事情 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真的啦 我也沒期待說我自己可以多好 畢竟我長得一副 我長得雖然是還像的 但是自己就把自己搞得很豬 也不帥 口才也不好 講話說真的 我實際上講話是乾乾價的 聲音是什麼 我不覺得我這種人會受歡迎 長篇大論 但我就覺得我想做 所以我做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我 人生後悔的事情太多 我不想再多一件 其實要是可以 我蠻想就是 看可不可以 就是 開直播 但我覺得有難度 因為 YouTube直播要一千個訂閱 一千個人 等於有一千個人在看我做這些東西 我自己都覺得無聊的 他看這種東西 有時候自己看剪完 我第一集為什麼剪完之後 我的字幕跟我講話 完全是不搭槍的 因為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講話很無趣 我不想看 我只好用我自己 是一個旁白的方式 來嗆我自己 為什麼我講話可以這麼無聊 我也不想去改 因為那就是我第一部的 處女座 我要讓我以後 假如做到 後面 回頭來看的時候 會覺得 我的改變有多大 這種講話的也許會比較好簡一點 不用加什麼特效 什麼音樂 什麼音樂 什麼特效 音樂 反正就是講話 Sony R100 V3 R100 V3 是吧 應該錄個十幾分鐘 都超燙的 電池是有夠沒力的 但是 這個人家借我們 不要講什麼 但是他錄起來的畫質 是真的很好 我們真的無可否認 一個小相機 可是他的價格真的是媲美 媲美單眼 我真的 我要是 比較打得開的時候 我要來買一台單眼 七七滴 黑仔熊 推薦的七七滴 因為感覺真的不錯 下面 可以裝那個腳架 裝腳架的那個 鎖點 鎖住之後 電池可以從旁邊抽 都不用拆那個腳架喔 電池可以從旁邊抽 多棒啊 螢幕可以左翻翻轉 左翻 左翻 對 左翻翻轉 上面有熱靴 可以掛外接麥克風 有沒有 耳機孔也在旁邊 插在旁邊 讚 而且我應該會買 劉沛那一個 我覺得劉沛的送音 其實真的還不錯 黑仔熊有推薦 有講 我上網去看才2500 還一個人 那個 人工毛 人工兔毛 然後黑仔熊試驗 黑仔熊試驗 我實在是 我又放什麼連結 我也不知道 我沒人在看 我又放連結 我看我也不要放好了 反正大家有空 在自己去搜索黑仔熊 那 在電風扇前吹的時候 那個是最常遇到的事情 但是那兔毛裝上去 欸真的還不錯欸 真的完全沒有封切欸 我覺得 這一點還不錯 而且在 看劉沛的VAG的時候 有 覺得封切聲真的很少 除非旁邊或後面 有一些地方 因為那是指向性的 剛好有人 在一起大聲講話的時候 它會停整 到底還好 它的環境音其實說 真的擋得蠻確切的 可是我不知道 我需要講到多大的音量 它才會收得到 所以到時候買的時候 我當然會做開箱那些東西 因為畢竟 我也花這麼多錢 我不開箱給你們看 我要開箱 我不開箱做紀錄 不要說給你們看啦 反正也沒有人要看 我不開箱做紀錄呢 我要幹嘛 這不就是拍Vlog嗎 這不就是拍 要當YouTuber前面的那個嗎 我這輩子應該是不會去當專職YouTuber的 應該也沒有那個機會 但我有一些我的夢想要實現 所以我會一直往這條路走 有人做三年 有人做十年 很像魚乾跟窘心人 他們都做三四年 做到最後都放棄自己的正職 正職工作 我覺得我很佩服他們 他們真的很有勇氣 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當一個全職的YouTuber 今天這個平台 九星人講的啦 今天這個平台 他萬一配紅利的時候 或者是 一個規則的改變 你最後會變成怎樣 不知道 有沒有延展性 不一定 但是不高 不大 你除非往主持 你說主持 像行李可能是主持型的 你有機會去主持節目 哇那很棒 你今天是搞笑型的 你有找到你的舞台 那很棒 可是你也知道 電視圈這種東西 實在是競爭非常激烈 你要找到你的不可取代性 你才有辦法就是 堅持下去 所以 我應該這輩子是 不太有機會去做 專職YouTuber這個東西 但我的夢想還是要完成 我希望可以 我其實希望 第一個就是 可以跟我喜歡的 那一位 youtuber 一起拍一支影片 甚至於他會知道我是誰 這樣子 再來就是 我前天去西門的思量子直播 看了一下 我是沒有看到有節目 因為其實裡面空空的 感覺還不錯 感覺很專業 假如新的話 假如有生之年 要是有機會 其實應該上去看看 因為畢竟全台灣好像 也只有四樣子 有 這樣的攝影 但是 沒關係講這些都太早 就先這樣吧 人家也吹了 先這樣 拜拜 拜拜